曾醫師,你好,曾醫師 曾醫師 請坐… 曾醫師,如果說到胃部的問題 西醫用腸胃來形容 中醫用皮狀來形容 其實以中醫的角度 皮胃兩者有什麼分別? 我們中醫會將消化系統概括 為皮胃的概念 我們可以當皮胃… 如果實質地來計算 就像一個人體的發電機 它為我們提供氣血、營養和能量 所以假如一個人的皮胃好 他整個人就會氣血很好 如果反過來 皮胃和胃是但一方出了問題 這部人體的發電機就會壞了 人體就會變得虛弱 甚至會覺得有氣無力 有很多消化系統的問題 例如胃痛、胃脹、舌射等 其實在多士人內 很多人都有胃病 就像家常便飯一樣 其實在中醫學中 胃病又是什麼? 我們如果說胃病 最多人就是胃痛 一說痛症,我們會想兩件事 第一就是不通則痛 就是說如果實質上有些東西不通暢 塞住身體的氣血經絡 就會有一個痛症發生 中醫稱為實症 因為實質上有些東西塞住 而另一個就叫虛症 我們稱為不穎則痛 即是身體內氣血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餘養不到、滋潤不到 缺營養就會產生痛症 胃的虛症又如何理解呢 中醫將胃的虛症分為陰虛和陽虛 我先說一下胃陰虛 胃陰虛即是胃部內 有些有營養的物質不足 或者結構有問題 例如現代醫學 我們說胃黏膜有損失 或者胃分泌失調 這就是屬於胃陰虛的狀況 如果有胃陰虛 症狀還會有甚麼看見 對, 由於胃陰虛 跟胃的黏膜可能不夠滋潤 所以他有損傷或缺失 所以那個人不想吃東西 因為根本胃部 不可以正常消化和吸收 沒有胃口的嗎? 沒有胃口 如果有些人天生胃陰虛 你會看到小朋友很瘦 或者他們經常說不吃 天生的天胃中 有分先天和後天 如果先天胃陰虛 你就可以觀察到 那個患者可能小時候已經很瘦 還有經常說口乾、舌燥 有點懵懵懵懵 覺得個人好像輕輕的 如果是後天那種 有機會是他大病過後 例如是有一些發炎很長的 然後久病過後就會變成有陰虛 亦可以個人的習慣 例如經常吃熱氣、煎炸的東西 如果油膩太長期的話 就會令身體有陰虛的問題 中醫如何去醫治陰虛的胃痛 我們一定要滋陰和清熱 常用臨床上的一條藥方 很好的就叫做沙心麥冬湯 裡面兩個藥材是主藥 就是沙心和麥冬 如果我們開藥方 有時會喜歡北沙心、南沙心 一起用 加強滋養胃陰的效果 藥常生活也想有些東西吃 令人更好 我們可以選擇淮山 而淮山就不要用生的淮山 因為生的淮山會令人肚子肚子 而我們醫藥用的肝的淮山 它就有一個滋胃陰的效果 到說了陰虛 陽虛又如何,曾醫師 剛才陰虛 我們說有營養的物質不夠 陽虛就不是這樣 陽虛是推動力不夠 意思是它沒有辦法有一個動力 去好好把食物消化和吸收 這就叫陽虛 我們說身體裡的陽虛不夠 意思是它的溫度和動力不夠 如果你本身已經不夠了 再加一些冷物質進去 那就越來越冷了 它不動了 它就更加不動了 例如你想想一碗水 我們在常溫的時候,它是流動的 如果你放它在冰箱裡 它就可能冰了 或者凝結了 不動了 不動了 其實跟我們… 這個概念跟我們說脾胃的概念 很像 但有時候我未必是吃生冷東西 可能我喝點熱的茶 不過是綠茶類也有問題 對,因為我們說生冷東西 不僅是溫度 溫度固然低於室溫 也是生冷 但有時候熱的東西也可以是寒的 例如冬瓜湯 西近煮熱了它,它依然是寒性的 綠豆沙這些都是 怎樣去治療呢 臨床上我們喜歡用一些補藥 例如一條很經典的藥坊 叫做黃旗建宗湯 它裏面有大家熟悉的北旗 北旗很喜歡有些 我們要來熬湯、做食療的 北旗有一個補氣 以及幫助推動的意思 另外配合桂枝、白灼等等的藥 整條方就有一個溫經散寒的效果 是否一定要熬湯 即是焗水行不行 即是這一類的 如果真的屬於陽虛的病人 就這樣用北旗來焗水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加一點生薑 那個味道會更加好一點 說了虛 實症的胃病是有甚麼問題 實症我們剛才說有些東西塞住了 經絡的氣血 所以它走得不通暢而痛 究竟有甚麼東西塞住呢 在胃病方面就有氣虛 我們可以說是氣滯 以及血乳 第一個就是氣滯型 第二個就是血乳型 原來當一個人面對一些有壓力 或是很難的事 或是他很緊的事 一個人的身體會有乾屈氣滯的狀況 剛才提到氣滯 已經卡住了你 乾屈從而導致有氣滯 那些氣滯滯住了我們的腸胃 就影響消化吸收的功能 那氣滯型的胃病問題 又有甚麼去治理呢 鼓勵患者多些放鬆一點 要改一下生活上 可能生活的節奏 會否太忙碌 所以令人經常在緊張的狀態 要先調整情緒 其實胃病已經好很多 如果工作真的忙得改不了 那就要運動了 因為你不停乾屈氣滯 滯了很多氣 但運動就正正可以 將這些滯的氣向外發散 有藥氣化氣嗎 可以的 譬如我們可以用一點生薑 配上紫蘇葉用來焗茶 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另外呢 例如我們開藥坊 有一條很好的藥坊 叫四溢散 它的內容包括柴湖、白灼、積殼 和甘草 簡簡單單是四味藥 它有一個很好的梳乾、行氣 幫我們屈住的氣滯 散開它的意思 另外有一種實證就是血乳型 血乳型是怎樣 血乳型是很特別的 我們就說有些人的胃病 醫來醫去都還沒醫好 病了很久 我們就叫做狗病成乳 即是那些氣滯了很久 可能它令氣血凝滯了很久 就像… 譬如我們將一刀… 你就想像將一刀氣血 放在冰箱 它滯了很久… 它就變成有型的蜜 所以就會淤塞了身體裡 我們就叫做血乳型 若果我自己覺得自己有這個脾胃不好 我自己不停地去吃補藥 可以嗎 如果真是單純的虛症 就正確的 去補回身體是對的 但剛才我們討論了 原來一個胃病 我們簡單來說 也有四種類 這麼複雜 有這麼多學問 所以我們建議一定要是變正論治 變了是虛的是實的 我們才從飲食、藥物裡調理 那血乳型是怎樣處理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單心 或者木耳的食材 令身體裡有的乳血化了它 我們在中醫學就叫做散乳 化乳、散乳的意思 有甚麼養胃的食材 適合我們大眾都可以參考 因為一家人煲湯水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體質 有些人比較寒、有些人比較熱 所以我們建議 家常的湯水選擇的藥材 一定要平和,大家都適合喝 例如我們可以選擇這些 雲苓、白術、磁石、淮山、蓮子 這些都是比較大眾化 有健脾胃的效果 記住下次擔意 記住住